好的,我们现在呢就来缝合它啊 依然是用这个细针和细线来缝合 缝第一个时候呢会非常的简单啊 但是缝第二个的时候一定要参照着第一个啊 好,缝的时候要注意,首先第一点 不要把这个另外一层也缝上啊 帽子是双层的 另外缝的时候要保证前面是圆润的 明白了吗?我们不要缝在这儿这个耳朵啊 要往后来 注意到了吗? 好,我们现在正式的开始来缝合它啊 正好我这位置在这一侧啊 要进行有效的缝合 你与帽子相缝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千万不要纸缝 它上面那个绒毛啊,那是不对的 你必须要把它的这个 主要的部分啊,给它缝合上才可以 记住了吗? 我们认真的缝啊 我们认真的缝啊 这一部分呢会缝得非常非常的快啊 因为它是单层的耳朵 之前呢我们会经常做一些双层的耳朵的缝合啊 所以如果是双层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如果是双层的话 我们在缝合的时候一定一定要给它按照一个圆圈的形状来缝啊 就是它在每一个细节的地方都要缝进去 而不是只单缝一层 但这个呢是一个单层的耳朵 所以我们在缝的时候呢 只是单层与帽子相固定啊 就已经可以了 明白了吧 好了 很结实了啊 好 缝合好之后呢 还可以稍加整理啊 把这些缝合在这个位置啊 给它弄好了 好 它的这一侧耳朵呢就已经完成了啊 另外一侧问题来了啊 我们一定要把另外一侧的耳朵呢 首先呢固定一下啊 要固定的和这边的耳朵 无论是从角度 深度 还是各个方面啊 必须一模一样 才可以 记住了吗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你就是最大的一个 这个位置啊 就是最大的一个遗憾了 因为它本身就是非常对称的一个造型 记住了吗 这样 应该是比较对称了吧 好 我们要拿两个别扣啊 给它别住 手边就是红颜色 就用红颜色吧 你看 我们第一个都没有别 只是在第二个的时候别住了 为什么呀 因为第一个大致的方向 我们已经给它规定出来了啊 按照规定来就可以了 但是第二个就不同了 因为我们的第二个啊 要要保证它是和第一个绝对的对称才可以 好 多余的先把它剪去 好了 固定好之后呢 同样啊 还是用我们的细针和细线 来完成这个耳朵 耳朵是用双线缝的啊 这些要求比较 今天是要求固定的要比较整齐的一些地方啊 通通的我们都要用双线啊 但是刚刚你看我们缝耳朵的白色和它那个红色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求用的是单线 所以不同位置啊对线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我感觉这个耳朵太好疯了 我感觉这个耳朵太好疯了 因为是单层的 所以很好封 这也是我们之前啊设计过那么多的服装类的或者是帽子一类的啊 唯一的一个单层单层的耳朵 缝的时候不要一切啊全都缝完啊 要一边缝一边和另一侧啊保持足够的对称啊 一定要连接住帽体这一部分啊 可千万别光缝耳朵帽子没缝 好 但是没有把垃圾消点很热 一边缝啊要和另外一侧的耳朵啊随时比对 要保证他们两个啊是绝对的对称才可以啊 现在看来不错啊 好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的给他啊 在这位置加固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给他剪断了这个线啊 我们印象中啊小狐狸的耳朵除了是这样子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 就是在他的耳朵尖的这部分呢有一点点黑颜色 大家还记得吗 肯定啊如果你要是对这种卡通形象比较有印象的话啊 比较了解的话一定啊有这个小细节 好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小细节呢给他补充上 在这呢缝两道黑黑的色彩 同时呢这个色彩呢也是作为最后呢缝合他的眼睛啊 用到的一个毛线 所以现在我们先提前用到他在耳朵那 缝两个黑色 就是两个黑色的道道啊 我们要从哪开始呢 从这钻进来吧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缝三下吧 看很像他了对不对啊 他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特点啊 好对于现在我们就可以给他直接剪断 另外一侧呢也是我们要给他缝的对称一点啊 好那么好 感谢观看 现在很像了对不对 好下一个视频呢我会教给大家啊 它的小脸是怎样编织的啊 它是这样的啊 然后还有小咪咪的眼睛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帽子的 这个底下的这一部分的装饰啊 或者是绳子 然后或者是小球球啊 都会教给大家我们怎样完成的 好了下一个视频再见啊 你就很有样子了对不对